台中中华路夜市一家机车行在凌晨发生了窃案 男子随机零挑三间民宅就锁定了打烊的机车行 他连电狗都不怕 偷走了五万元现金 最后很贪心 连收银台都扛走 却不小心扯到了电线翻导主机 吓到落荒而逃 日本再度发生了强烈地震 这是台湾时间昨天的晚上大概十点半左右 日本福岛县外海发生规模7.4的强震 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 各地也传出零星的一些灾情 包括了福岛县 工程县都发布了海啸警报 而且连东京都有大规模的停电 一度还传出福岛核电厂可能有状况 还好经过确认之后 已经没有异常 但是包括了东京也有四级的震度 是几乎半个本周都有感 也包括了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的计划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本来今年三月要出访美国的 就是因为疫情而延后 现在传出科事府私底下 还是积极的筹备当中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联想了 是不是为了2024来做准备 据说这一次的出访定在暑假 而且会比上次到美国的时间还要长 也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了 乌克战争已经是第22天了 现在还是一样遍布风火 包括了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 马力波 现在还是持续的被俄军轰炸 而且被炸毁的 现在都已经是平民设施了 各地都有窜出浓烟 当地的官员透露 马力波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500人 市场伤亡很难估计 不过另外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他一直都是前线 现在还是俄军持续攻击的目标之一 整座城市宛如鬼城 泽洛斯基一直用外交的方式 希望各国可以来援助他们 不过现在俄罗斯还是持续的 对乌克兰的好多城市发动攻击 像是北部城市切尔尼哥夫 昨天早上有数十位的平民 正在排队领面包 结果俄军就以火箭炮轰 造成了至少13人当场惨死 而另外东南大城马力波 已经被俄军断水断粮围成多天了 有一间大剧院因为变成了避难收容所 他们还特别在地上牌子 告诉大家说这里有小孩 一样遭到了轰炸 超过百名老弱妇孺生死未卜 所以马力波仅存的一间医院 虽然没有被炸毁 但是医院几乎成了大型的太平间 现在没有逃出去的平民 可能都得要全面备战了 因为俄罗斯是全面的入侵 所以乌克兰老肉妇孺 他们为了要援助前线 也开始在家里面自制防弹背心 在家里面用什么来做呢 原来主要的材料包括了汽车的踏垫 他们拿来当作填充物 还有防弹背心的抗弹板 他们用的是回收汽车金属 而且还要自己来做测试 他们发现如果钢板只有6毫米的话 面对狙击手的机枪子弹 还是会有危险的 他们至少要做到8毫米后 才能够抵挡得了恶军的弹药 有人想要帮女朋友出气 结果却倒了一个大乌龙 就是板桥一名男子 说要帮女朋友讨债 就跑到人家住的公寓外面叫嚣 然后还上楼去泼漆 问题是这个男的搞错楼层了 所以无辜住户的家门口跟鞋子 全部都是红漆 结果她还一头雾水下的赶快报警 立刻就抓到人 好 这个案子其实和解就可以了 显然条件谈不拢 摄影师许杰就控诉说 她在2017年有一天所拍摄的 台北101烟火照 可是在寒风一整天才拍出来的 后来她过了很久才发现 被台北的万豪酒店倒图 这张图不但被重置 还被当成了宣传广告 时间长达三年 她发现之后立刻打电话来通知饭店 但是她控诉饭店的和解诚意 根本不够 因此直接提告 这也要还人家公道 莫名其妙变成凶宅了 这是台中北区一栋荒废30年以上的老房子 那前几天就有直播主自己闯了进去 据说要开直播探险就说 这里以前发生过命案 还在屋子里面烧金纸 不过当时就已经被住户报警制止了 而且当地的住户非常反弹 说这里哪有命案 从来没有发生过命案 现在已经变成好像是凶宅一样 所以连地主都已经对这名直播主提告 因为现在卖场都有卖熟食相当方便 像是美食卖场就推出了汉堡新品 好多人都讨论说 它的CP值还蛮高的 里面有厚度超过一公分的猪排 塞满了高丽菜丝 而且百元有找 很多人来尝鲜 但是有网友分享说 CP值高是高啦 但是这个酱汁的比例太少 你吃起来反而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 不过你不想吃汉堡也没关系 在台湾的其他连锁卖场 也有卖严肃鸡摊 里面有鸡排也有甜不辣 下班回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精神状况再开车 因为中和这名男子就是傍晚开车的时候 可能因为上班实在太累了 所以一边开车一边打瞌睡 他在没有减速的状态之下 撞上了前面停等红灯的三辆轿车 所以他自己的车身整个都抬了起来 还转了180度 那么还好被撞的驾驶跟肇事的男子 都只有受到轻伤 不过这一状也让他睡意全无 而另外开着拼式跑车的 这个非常年轻的女生 她却在左转的时候 跟对象执行的摩托车发生了擦撞 骑车的男子当场甩飞 重摔倒地肋骨断裂 送医来救治 原来拼式车的女驾驶 她所开的是男朋友的车 案发的时候她也吓到站在门边 不知所措 但是造势责任还要厘清 昨天晚上日本再度发生了强烈地震 因为现在是三月中 所以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了 之前的311大地震 不过确定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那时间是在昨天台湾时间的 晚上10点半左右 日本福岛县的外海 发生了规模7.4的强震 那到目前为止 至少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了 原来它最大的震度有6级 深度57公里 不过因为镇央在外海 其实各地还是有蛮多灾情的 包括了福岛县跟工程县 都发布了海啸警报 还好海啸警报在今天的凌晨5点钟 已经解除并没有大规模的灾情 另外也传出了停电的消息 像是东京就有大规模的停电 那甚至工程公路还出现了百米的大裂缝 甚至一度传出福岛核电厂有状况 不过经过确认之后确定没有异常 而在东京也有四级的震度 几乎半个本周都有感觉 这个意外听起来真的蛮恐怖的 你怎么会知道对象会飞来这么大的一块铁片 然后真的就莫名其妙被砸中身亡了呢 大家都在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有人载运物品没有绑好 还是车上的零件掉了下来呢 这个夺密的凶器曝光 很多人都在猜它到底是什么 现在也有人推测很有可能是汽车弹簧钢片 因为这样的东西你只要在超载 或者是车速过快 尤其你在转弯太快的时候 它可能不小心就会整个断裂 但也有人说也许是车上载运货品的断裂物 但到底是什么东西 又是从哪一台车子上面掉下来的 现在警方也要调查 毕竟死亡的女驾驶是一名高中的健护老师 她已经交超过16年了 跟同事也有一年一度的麻吉之约 但是今年却因为车祸失约了 俄乌战政经达到第22天了 现在看起来战事胶着 本来受制的制空权 现在乌克兰军队正在全面的反攻 像是乌克兰的港口城市赫尔松 现在乌军是才两面夹击战术 空袭机场目前炸毁了7台俄方的直升机 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夺回机场的控制权 而另外巷战也让俄军吃足了苦头 现在乌克兰这边也曝光了一些新的画面 俄军的坦克跟装甲车不断被击毁 甚至俄军的卡50攻击直升机也被防空飞弹击毁 好 现在俄罗斯持续的飞弹轰炸 就是因为他们宣称已经摧毁了乌克兰S300 地对空防御系统 所以才可以接连的发动空袭 因此也导致乌克兰死伤惨重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昨天 也特别在美国的国会上面 向欧美各国喊话再次再次的 希望大家可以援助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而对此美国总统拜登也加码228亿台币 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 不但有升级版的S300PS系统 还有多款高阶的防御性武器 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已经进入22天了 但是战事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 所以现在连周边其他的国家也相当担心 会不会成为俄罗斯下一个的目标呢 俄罗斯国有频道去年有一档节目上 就有退役的高阶军官 详细的描述俄罗斯入侵周边北约国家的计划 而这一场军事计划的最终结果 将会让波罗的海的各国成为俄罗斯的囊中物 还有这场跑车的两岸大战赛车教父 廖老大说他准备好了 今天下午带着大龟号来到彰化的西州乡 他在一处私人飞行场地的跑道测试 0到100公尺加速 现场还有上百位粉丝到场来加油 他在试车的时候同时也开了直播 超过2万人线上观看 他说目前0到100的加速最佳成绩是2.3秒 已经超过了节野了 所以要打败他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还要攻下亚洲最快记录 同样越快越好的还有物流 因为大家都在网络上买东西 物流当然要快 所以OK超商跟虾皮网购平台合作 现在可以互通了 比如说你可以在OK寄件虾皮电道店来收件 或是反过来你在虾皮电道店来寄件 OK收件都可以 就是为了让你更方便 不管花了多少钱 应该都不想住到这样子的民宿吧 这一对彰化的情侣呢入住的是台中一名商圈的民宿 但是呢他完全吓到 说跟网站上面的照片差太多了 墙壁地板沙发都有污垢 地板跟卫生纸上有不明写字 甚至厕所的天花板还黏着十几只的小虫 他们立刻退订回家 事后业者也愿意退费 家常承诺会清洁卫生 不过呢这个事情在网路上曝光之后 就被查出来原来这家民宿是非法经营 这还是惨遭战火蹂躏 尤其是基辅这个首都 现在呢宛如空城 主要也是因为呢 现在基辅是执行了三十五小时的宵禁 因为呢现在遭到了恶军的猛攻 包括政府大楼公寓大厦都已经成为标的 还传出有居民伤亡 不止基辅还有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也有学校被轰炸成废墟 连家长在清理的时候都在骂 这实在太不人道了 怎么会去轰学校呢 尽管俄军已经出兵了将近二十万人 但是美国军事专家分析 俄方可能会从远东的海森威 调派军队来增强兵力 好现在这个铁片是什么 还不晓得很有可能是某一些车子的零件也说不定 但是呢车子的零件 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东西坏了 你可能也会被车门砸到头 这一名台中的黄先生呢 是打开后车厢要拿东西的时候 就听到后车厢的支撑感呢 好像有一种轮胎泄气的声音 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就好奇凑进去听 就听到了蹦的一声 整个后车厢的盖子 无预警的整个往下掉 刚好砸中了他的头 害他的头部因此缝六针 但现在呢黄先生不满的是 车厂拒绝赔偿医药费 连维修费也只打九折 但车厂回应说 因为上一次的原厂检修 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预料到的 同样不能预警的是 你怎么知道在快速道路上面 开车开到一半 这铁片突然飞了过来 砸到了头就这样把人给砸死了呢 地点是在台88快速道路上面 屏东路段 真的就有驾驶被飞来的物品 给当场砸死 这是一名61岁的理性女驾驶 她是一个高中的女老师 那她是要开车从屏东往高雄去 结果呢开车开到一半 就被对上不知道哪里 飞过来一块铁片 直接砸破了驾驶座的车窗 结果刚好击中她的头部 因此驾驶当场身亡 到底是什么样的杀人铁片呢 就是你画面上看到的这一片 这一片铁片4.9公斤重 您可以想象 如果重力加速度的话 是非常非常快的 一甩过来根本没有办法躲 它大概相当于一张A4子这么大 所以警方也在追查 这到底是从哪来的 发生了强震的地点 是在福岛的外海 因此呢在东北新干线 也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意外 因为有一列列车 发生了脱轨事故 那主要是因为呢 这个轨道有一些变形 所以呢让这一轨呢 因此呢造成了脱轨 还好并没有人受伤 不过呢现在车上的乘客 也曝光了强震发生 当时车子里面的状况 短短70秒钟的画面 只看到了这个车厢 不断的发出巨大的声响 过程大家都蛮惊恐的 不过呢日本的气象厅 记者会也特别更正了 他们前一天晚上的说法 他们再次的强调 这一次的福岛外海地震呢 跟311大地震的发生机制 是不同的 所以现在研判 并不是311的余震 买这种很贵的东西 最好还是看实体 比较有保障 因为有民众呢之前向珠宝商 来买翡翠的时候呢 第一次他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后来他觉得比较简单一些 直接透过微信来买 那么因为呢厂商会传照片来给他 传影片来给他 他看了觉得蛮不错的 就直接汇款购买 他看到的这张图 让他汇了230万元 买了这一个翡翠 但是他现场看到就觉得 奇怪了 颜色完全不一样啊 这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东西呢 店家却只告诉他 只能换货不能退货 所以美方告上法院 一审判决这属于通讯交易 所以7天之内是可以无条件退货的 珠宝商也坦诚 的确照片有P图 如果你在摊贩呢 看到了一只小肠 你可能都很难接受了 更何况是知名连锁高档的buffet 享食天堂竟然也看到了 小强来觅食 这投诉的民众说 是平日的中午来用餐 几乎客满客 这个生意呢非常的好 但还是看到了餐台上面呢 有一只小蟑螂来抢食 到处乱饭 他虽然没有碰到食材 但是呢在餐台上面到处爬 看了就没胃口 当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士呢 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不只是平民有相当多的伤亡 包括了三名记者 也在这场战事当中身亡 尽管如此 还是有大量的外国记者进入前线 因为这才是真实的情况 有办法传递给外界 现在也出现了一群 来自于捷克的媒体 他们是随着乌克兰的部队 在基辅外围采访 结果就刚好遭到了 俄罗斯的军队炮击 所有人紧急的就地掩护 生死一瞬间 乌克兰遭受攻击前后的影片 其实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透过视讯也发送给美国的国会 这一场视讯的演说 他不但特别用了对比这样子的影片 来告诉大家战争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 甚至还用了珍珠港跟911事件 呼吁美国应该要提供更多的帮助 当然他所谓的帮助就是再次的呼吁 希望可以设进航区 同时他也表示能够弹劾的条件之一 就是要保有主权 显示出目前 那么乌克兰对于俄罗斯还不想妥协 回到东森晚间新闻 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意外 真的你连防都防不了 这是台88快速道路的屏东路段 在今天竟然有驾驶被飞来物给砸死了 这是61岁的女驾驶 其实她是一位高中的女老师 开车要从屏东往高雄去 结果路上就突然在对向车道 飞了一块5公斤的铁片 直接砸中了这个驾驶座的车窗 刚好击中她的头部当场身亡 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铁片 大概有4.9公斤这么重 她的大小大概跟A4只差不多 所以真的是连躲都来不及躲 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警方也正在追查 好 这一次日本7.4的强震 因为镇央在福岛的外海 其实很多地方的交通都受到了影响 尤其是东北的新干线 就是因为连轨道都变形了 所以也传出东北的新干线 有一列列车 它的车厢因此而脱轨 还好非常的幸运 并没有人受伤 不过车上乘客也曝光了 强震发生当时车子里头的情况 短短70秒钟的画面 你一直听到车厢里面 不断的发出巨大声响 相当相当的惊恐 另外日本气象厅的记者会 今天也稍微修正了 昨天晚上他们传达的讯息 今天告诉大家 这一次浮岛外海的地震 跟311大地震的发生机制不一样 因此研判并不是311的余震